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曾经一度有跌破 整个一个颈线支撑的位置 但是尾盘又再收上去 所以基本上今天是属于一个 震荡整理盘 从指数部分来说 其实今天没有什么好谈的 因为今天微博没有带会员 期货做多也没有做空 我们没有操作 因为其实今天 并没有所谓的操作空间 今天台北股市 它是属于一个支撑 现在有很多人有一个疑问 因为这个礼拜以来 台股很快速的连续四天的一个下跌 又来到了这个颈线位置点 对不对 它会不会像之前每一次一样 每一次来到这个颈线支撑 就上去了 还是说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头部 像很多人对这部分会有一个疑问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 上一次的时候 是在9月2号这一天 很多人讲说 那现在来到9月13号 有没有机会像上次9月2号一样 形成这样的一个 所谓上涨的一个幅度 这是9月2号 当时候我们给会员的讯息 当时候9月2号 也是前一次面临 头部的一个颈线支撑 就是这个位置 我把它稍微缩小 这样各位会比较清楚 上一次9月2号是在这一天 也是面临整个头部颈线支撑 当时候我们认为有反弹机会 当时候我们认为说 只要在美股没有中错的影响 我们认为是有反弹机会 那后来是不是真的反弹了 没有错 9月5号那天我们从30分线来看 9月5号那天因为美股没有中错 美股的上涨带动台股 所以开盘代表短线的30分线向上 所以接下来只要30分线向上 它会涨 一直到30分线不论指标向下为止 一直到哪一天 从9月5号开始是不是开始反弹了 就这一天 然后一直到9月8号这一天 出现一个状况 当天9月8号一开盘 30分线不论指标 它就呈现向下了 9月5号到9月7号台股不是涨了300点吗 它建立在30分线向上的状况下 所以这个盘式如果指数短线要再上涨 我就说30分线它必须要转回向上 对不对 但是从9月8号以来 30分线向下 并没有转回向上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 很多人想说 那今天因为 昨天美股出现了反弹上涨嘛 很多人期待今天是不是会像 之前9月2号那时候一样状况 但是今天微博跟我们的会员讲 这次的状况可能跟各位所想会比较不一样 我给各位看今天的讯息 让各位知道这个目前的盘式的一个状况 这是今天9月13号 微博关盘之后 9点15分发给全理会员的讯息 好 台股又再度面临到警线支撑了 就是每一次打到这个警线支撑 是不是就会有出现的支撑 然后再度上涨 对不对 那这一次会不会一样 来 9月2号部分 它是因为30分线不日子比较向上嘛 对不对 好 那问题是 这一次是不是会像9月5号到9月7号 一样上涨300点 各位 我们是相对保留的哦 也就是说 当时候9月2号 那一天我们认为 只要美股没有中错的影响 我们认为是会有反弹机会的 对不对 这是在9月2号 那后来是不是真的出现反弹 好 但是这一次又来到了警线支撑 我们的看法 微博要跟各位报告哦 我们是相对保留的哦 为什么 我说目前要密切注意30分线不日子比较的变化 如果30分线不日子比较向上 还有机会往上谈 但是当30分线不日子比较再转下 各位 台股指数的反弹它会即将结束哦 这一点我要特别跟各位说明 就是这一次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 我想我必须忠实的跟各位讲 目前博日指标的状况 在过去这段时间 微博都把测标博日指标打成一个问号 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投资朋友可以专心用心 看我在节目上面的一个说明 但是一直到昨天 有蛮多的投资朋友跟微博这边做反应 他们希望微博可以照原来 把博日指标是向上还是向下 在节目的测标上面 直接呈现给各位看 我经过思考了啦 我觉得如果你认同微博的方法 你会把微博的节目仔细看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 我的节目看看就好了 那我觉得我也必须忠实的呈现 到底目前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状况 所以我几经思考 原本今天还是要打问号的 但是我想一想 我还是真实的呈现给各位看 那微博在测标上面所写的 是博日指标向上跟向下 它是以日线为主 日线是什么意思 日线它所代表的意义叫趋势 那这一段时间 微博不是都用30分线来跟各位讲吗 都用30分线博日指标来跟各位讲 30分线它代表的是短线 也就是说 目前的整理趋势 它是比较偏向空方的 这一点我必须要跟各位说 好 但是今天 很多人会想说 今天盘中刹下去对不对 今天事实上是一个整理盘 但是盘中棋子的时候 曾经急刹 大跌60几点 然后后来又再拉上来 今天它是属于一个 从棋子部分是属于一个 多空双刹盘 所以如果从棋子部分的话 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去做 无论你是做多做空你今天一定是被扒来扒去的 那微博今天关盘之后发学今天不能做 因为今天它是有反弹的可能的机会 但是这个反弹的可能性幅度多少 我们是相对保留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给各位看 这是到今天为止 台子期货 9月13号 这是什么 这是日线 各位 这叫趋势日线 好 这边涨了300点 这边又跌回来 从日线不论指标又再度转回向下 对不对 目前是呈现向下状况下 就是第一点 第二个 我们回到30分线来看 各位 我是要把它放大一点给各位看 从今天开盘位置点在这边 开盘的时候找盘是不是杀下去 后来又再拉上来 在这边做震荡 事实上今天是一个震荡盘式 今天起子值小涨6点而已 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昨天之前的期货都是30分线向下 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天都在跌 但是来到今天的稍微已经止住不跌了 找盘杀下去很多人想说要去追空 但是从博类指标30分线来看 它已经在低档区 所以今天杀下去本来就不应该追空的 去追空的人你就是没有依据 那今天是不是后来又再拉上来 对不对 从30分线博类指标看 应该是要出现反弹的架构行情 明天很重要 这个盘式 短线上应该要进入所谓的反弹 但是我必须跟各位强调一点 为什么我们相对有保留 这一通讯息今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说这一次是不是会像9月5号到9月7号上涨300点 我们是相对保留的 目前要密切注意30分线博类指标变化 因为当30分线博类指标如果再转下 各位这个指数反弹它是会结束的 它是会结束的 所以这地方我先把指数讲完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股票 目前为止如果明天的台指期货 30分线一样可以延续向上的一个走势 那这地方还有反弹的机会 我担心的是美股去影响台股 这两天微博包括昨天节目前天节目 有用博类指标的国际股市给各位看 目前在美股的部分 包括道琼 纳斯阿克 他们都是博类指标向下的 所以你要提防美股 有没有可能会拖累 如果美股拖累的话 我跟各位讲 这个30分线一旦再度转下 这个接下来就没有什么高低党之分 如果一旦再度转下的话 这个盘是有可能会再拉回的 所以微博没有办法给各位一个承诺 我一直讲说 股市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叫顺从趋势 第二个叫应变盘势 目前趋势是往下看的 目前短线有机会出现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幅度会有多少 我们是相对保留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做好应变的动作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盘是还有机会反弹 当然你就不要随便乱空 对不对 但是一旦反弹结束的时候 那应该要加入空方的一个角度 所以你要有一个依据 不要随便乱做 不要看到涨去追 看到跌去杀 对各位来讲没有好处 这一点是微博想要听 透过节目来讲一下 目前我们对于大盘跟期货的看法 那这部分报告给各位听 那个股部分会有比较麻烦的问题 大盘如果真如微博所预期的 这个地方应该要形成反弹 对不对 那如果接下来反弹一旦结束的话 会再跌 那个股怎么办 如果大盘跌 大部分的个股都会被拖累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各位同学朋友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一点很重要 一档股票会上涨会下跌 是因为博瑞指标向上 跟博瑞指标向下关系 那如果现阶段 你买的股票是属于博瑞指标向上的 我跟各位讲 还没有关系哦 比如说我举例好了 这是大疆 对不对 我们带会员买大疆的嘛 到目前为止还需报啦 因为它还没转弱 148块买 今天的大疆是收156嘛 对不对 好 那大疆它是属于博瑞指标向上的 来各位 这是到今天为止的大疆 这是大疆的博瑞指标 为什么这一波微博带会员买大疆 因为大疆博瑞指标还是向上的 只要博瑞指标还是向上的 就是我刚刚各位讲的 还没有关系 只要博瑞指标是向上的 还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博瑞指标向下的 它都有拉回的可能性 举例给各位看好了 这是1452红毅 红毅最近都在跌对不对 跌的过程当中也有上涨 好 那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这一段上涨 为什么这一段下跌 如果你没有一个依据的话 你将会弄不清楚 你不晓得它目前方向的走势 那我们把它回到红毅 这是1452红毅 这是红毅的博瑞指标 为什么这一段上涨 为什么这一段下跌 这样清楚了吗 这一段上涨的原因是因为 博瑞指标这边向上 但是因为目前红毅的博瑞指标 是属于向下 所以这一段就算它反弹 反弹都还会再跌下去 不止 各位 再举个例 这是富桥 请问为什么富桥这一段在下跌 前几天不是很强吗 还要往上攻 但是如果你没有弄对方向的时候 你会买到向下的股票 它的走势 就算短线出现的上涨 它还是会再跌下来 因为这个地方是博瑞指标向下 各位可以看得到吗 什么叫博瑞指标向下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看前一天就好了 这是动能线49 趋势线52 很明显是博瑞指标向下 各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黄色的比紫色的还要小 所以这个地方 博瑞指标向下 就算涨上去 会再跌下来 所以现阶段股票 如果是博瑞指标向上的股票还OK 但是如果是博瑞指标向下的股票 你要先避开 这个部分相对的比较单纯 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我跟各位讲 博瑞指标它不是唯一 我现在担心的是各位 你所买的股票到底有没有基本面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再次跟各位说 一家公司它的一个股价能不能长期走一个多头 甚至创新高 你说跟大盘有没有关系 我说跟大盘它只是短线的关系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家公司的营运 它的基本面 它公司是不是成长 如果一家公司的营运它是成长的 长期来讲它是成正比例的成长 那各位就算短线股价拉回 你都不用担心 现在我担心的是各位 你所买的股票 是因为你听别人讲 你可能看到股票涨 你就去追 你用技术面去买 你完全没有考虑到一家公司的基本面的变化 如果它的变化 公司基本面是成长的 就算目前遇到大盘下跌 你都不用担心 但是 如果未来台北股市还有机会的往上涨 你就算买到一家成长率在衰退的公司 你都不见得会赚钱 我不晓得各位懂不懂逻辑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节目完之后 微博会从基本面来做切入 怎么去检视一家公司 基本面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中秋县打理 成东投雇联合大促销 全面八万一千五 成东投雇联合大促销 全面八万一千五 感恩大回馈 倒数两天 请您立即步的下期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中秋县打理 成东投雇联合大促销 全面八万一千五 成东投雇联合大促销 全面八万一千五 感恩大回馈 倒数两天 请您立即步的下期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投雇部 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空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后再见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施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这个地方要跟各位讲说 你应该现阶段要很努力的 去检视一下 比如说你想要买的股票 或者是你想要 就是手上目前还有 你想要赚钱的股票 那你必须去检视一下 它公司本身基本面 是属于成长还是衰退的 因为如果一家公司的营运 是在衰退 就算大盘再走多头 你都不一定赚得到钱 今年的台北股市 从1月份到现在9月份 基本上是一个走多头 对不对 中间当然有回档 当然有回档 但是长期来看 它目前是多头 就算最近跌了几百点 还是属于在一个高档区 这没有错对不对 好 但是却有股票不是走这个样子 长期来讲是走空投 之前微博就有举例很多例子 给各位看了 比如说 325百元 大盘是这样走 大盘是这样走嘛 对不对 百元这样走 没错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买到百元 类似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你今年 就算大盘怎么涨 你都不会赚钱 没错吧 3293星象 大盘这样走 星象这样走 没错吧 对不对 这例子很多 举例不完 大盘是往上走 今年以来1月份到今年9月份是往上走 对不对 这是加权嘛 对不对 就算是OTC的部分 也是嘛 OTC的部分也是维持一个多头走势嘛 大盘的话更强嘛 对不对 但是 你买到 空头的股票 却是 往下破底 你会发现 怎么会这个样子 3060名义 我记得一两年前的时候 还有很多分析师在讲它很好 当时候股价都是100块200块 现在只剩下40块不到 长期走空头 你会发现这样的个股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它们的公司营运没有起色 而且都在衰退 比如说好了 刚刚讲的3205 百岩 对不对 以前业绩不错 但是现在的基本面却转差 3205百岩 以前不错啊 以前都成长到200多啊 但是 它的一个成长率却从257 234 200一直降到83 各位 这是最新公布出来 8月份的 已经来到成长率83了 它是在衰退嘛 没有错啊 因为它在衰退 所以才会往下跌嘛 对不对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刚才讲的星象也是一样啊 为什么星象会走一个空头 它也是从原本成长 变成是衰退的啊 星象之前成长率 曾经到100 100以上 120 然后就从120 掉到115 110 102 99 最新公布 这是8月份的啊 已经来到哪里 93啊 那如果它继续衰退呢 各位你可以动我意思吗 刚刚比如说我们讲3060好了 这张股票我想名义应该很多人在一两年前听到很多分析师介绍吧 说它基本面多好又多好 只有股价呢 现在只剩40块不到 如果你以前是买名义的人 你有没有真的看到它基本面 我们回头来看 比如说3060名义 公司成长率 今年年初还有22% 然后掉到21% 掉到13% 掉到10% 掉到11% 掉到8% 如果变负数的怎么办 变负的怎么办 有很多公司已经转成是负的呢 我举例哦 这是8086红杰科 去年底的时候 今年初还有100块以上 现在剩下50块不到 这叫腰斩 对不对 各位你看 红杰科它就是原本从成长率是正的 然后变成负的 然后就一直衰退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说 如果说你这一段时间以来 这几年以来 你都一直买TBK 宏达电 还有呢 硕荷 你都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买的公司 它的走势 公司的营运成长率 硕荷 从原本的61%降到54% 降到46% 39% 然后掉到20% 那如果它未来转负呢 你不要以为说 很多股票买了 未来有可能会再涨回来哦 如果你买到了股票是 比如说好了 像这种百灰的 在以前还有40几块 现在只剩下3块钱 没有错吧 剩3块钱 而且没有成交量了 那个是连想卖都卖不掉 其实早就有端倪了 如果从不乐指标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公司营运其实是没有起色的 成长率一直在衰退 我现在担心各位 你所买的股票是属于在衰退的公司 如果你现阶段买的公司是在成长的 可能它现在再跌下来 是遇到不乐指标向下 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好了 微博举个例给各位看好了 我举比较明显的例子给各位 这叫3596致意 好 致意长期来是走多头对不对 好 但是致意最近在跌 为什么致意最近在跌 因为致意的不乐指标 最近是呈现向下 所以向下它会跌下来 这是3596致意 这是致意的不乐指标 之前致意这边在涨 不乐指标向上 这一段时间的致意不乐指标向下 所以它最近在跌 因为不乐指标向下 它跌是很正常的 好 再来 如果你买它的话 它的基本面是不错的 就算跌下来 你甚至可以利用不乐指标 再向上的时候 去买它的所谓加码单 因为它的趋势 为什么一家公司长期可以走多头 你拉回也没有关系 你就算这边买好了 一直套到这边 你后来还会去解套 各位你可以动我意思吗 因为它公司本身营运 不是在衰退的 公司营运是在成长的 虽然我们现在买的股票 是买成长的公司 利用它成长的时候 可能不乐指标向下 它在跌 你可以锁定它 但如果是衰退公司的话 不要买 就算不乐指标向上 你买它可能都只是反弹而已 举个例好了 各位你看这个叫2485兆贺 对不对 今年以来都是走空头啊 你今年买兆贺都是赔嘛 那兆贺为什么它会这样子来 我给各位看兆贺的基本面变化 这是2485兆贺 这是兆贺的公司成长率 因为它过去曾经到80%以上 所以兆贺在今年初的时候 曾经走了一个多头 但是当一家公司从成长之后 开始变衰退 76 71 62 52 47 它明显在衰退的状况下 它股价就容易拉回了 那如果它成长率再衰退 那各位它股价会跌到好边去 所以当兆贺每一次 不乐指标向上 比如说我们以最近好了 最近的兆贺是不是这边向上 就又跌下来了 那为什么它那边会涨 那边会跌 各位 这是2485兆贺 当不乐指标向下的时候 它就破底 当不乐指标向上的时候 它就反弹 好 现在又不乐指标向下了 那你说它会不会破底 所以微博现在带会员 我们放空的股票 就是放空基本面差的 比如说GIS 我们空在80.5对不对 时间不够了 GIS今天收77.3 好 微博带会员空在80.5 赚钱对不对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空GIS 这是GIS 我们空的股票 一定是符合公司成长率是在衰退 从原本是正的 28 24 13 然后掉到边负的 因为这样的公司 你要放空就要放空衰退的公司 你要做多就要做多成长率上涨的公司 一直以来 微博都是用基本面来跟各位讲 主要原因是因为 基本面比较不会被洗盘洗掉 你只要锁定一家公司是成长的 你买它 其实就算短线套牢 有时候都不用担心 那目前台北股市 它有拉回的危机 各位要先避开目前这一段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公司现在推出中秋礼战 那各位可以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秋现代 成功投资联合大促交 全面八万一千五 成功投资联合大促交 全面八万一千五 感恩大回费 倒数两天 请您立即拨打下评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成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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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成功投资 以期货多工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成功投资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其他推荐 0227525868 27525868 成功投资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功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贷金